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冷血汗浆 影片开场 在一个伸手不见六指的夜晚 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老罗来到一酒吧 然后坐着车跟几位不速之客来到一仓库 这些人呢全是冷战时期各行各业的高手 冷战结束之后这帮人年龄也大 谢莫杀驴 各国政府把他们当包袱一样全都甩出去 没有了用武之地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就像幕府时代的武士 明治维新之后成了无家可归的浪人 没社保没收入 这些当年的精英只好自谋生物 自要是给钱什么脏活都干 这几个人当中啊 除了老罗之外 还有前欧洲情报局的特工雷子 德国前秘密警察电子专家眼镜叔 英国武器专家大龙套和飙车高手孟虎 他们一起受估于春花 准备从某个国际犯罪组织手里 抢回一个手机箱 由于雷子和老罗的味最大 因此这二位一见如骨疗的群头鸡子 第二天一早 春花预付了一部分酬金之后 开始布置任务 火力强大 这是一次玩命的行动 大家最好提前把后世跟嘉玲交代一下 老罗玩到一辈子的阴谋诡计 江湖经验非常的丰富 问了春花不少不该问的问题 但春花基本上都是无可奉告 大龙套不仅是个武器转家 而且还是个画牢 这哥们表面上看着挺专业 其实却是个草猫 既然是武装行动 那必须得有应手的家伙 当这帮人晚上去跟军火贩的交易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对方的计刺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枪战 对方全到里头喝饭 大龙套显然没经历过这种场面 下了当场就脱了 在得知俄国人打算买下那个手提箱之后 春花的上级王子白担心夜长梦多 只是春花必须马上行动 由于大龙套太不专业了 行动之前被春花给开了 转过天 春花一行人来到了法国的尼斯 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 前期的踩点非常重要 为了万无一失 老罗和春花假扮夫妻来到了猎物下他的酒店 要说还得是老罗 人老奸马老华 略施小技就摸清了对方的防御办法 老罗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才得增加人手 春花说哪有那么多经费啊 硬了头皮干 晚上老罗和春花在车里见识猎物 两人聊着聊着就亲到一块 老罗是小惹通红欲罢不能啊 马上就动了真感情 春花也不见外 直接就坐在了老罗腿上 第二天那一早 春花等人埋伏在他猎物的必经支柱上 撕劲动 作为影片的绝对男主 第一枪那必须有老罗打响 接下来就热闹 双方叮领光当 打的是鸡毛乱飞啊 然后是追逐戏 要说老罗这是四平八稳 一炮就让前面的车交了饭票 提着皮箱的突脑量一看 吓得心脏命差点饭 这场枪战家追车的戏 足足持续了有七分钟钟 可把老罗和雷子等人类屁 眼瞅着要得手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 眼镜叔居然泛水了 这孙子来了个偷梁换柱 提着皮箱撒的了 随后眼镜叔带着皮箱 去跟俄国人交易 可老毛子不讲信用 想来一黑吃黑 眼镜叔一怒之下 把对方给杀了 然后给幕后老大毛带叔 打一电话 眼镜叔说 你们还讲不讲诚信了 你们要是再拿不出诚意 我就把这玩意卖给爱尔兰人 为了找到眼镜叔 老罗请昔日的同事帮忙 终于查到了眼镜叔的下落 此时的眼镜叔 正准备跟俄国人再次交易 由于被俄国人耍过一回来 眼镜叔变得更加警惕 在春花老罗和雷子等人 来到交易地点附近的时候 春花的幕后老板 王德白也赶到 眼镜叔正在跟俄国人 讨价还价的时候 老罗突然出现 这眼镜叔也是老特工 趁着游客路过 这哥们墨头就跑 眼瞅着主厨的雅子要飞 那老罗都答应 觉着定在后面狂追 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谁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居然被春花的老大 王德白给结红了 负责接应的司机 孟葫芦也被王德白给干掉 更糟糕的是 老罗还不幸中了一枪 到了晚上 王德白和春花 压着眼镜叔来到了霸底 然后开始对眼镜叔 行去迷惑 这眼镜叔也不是什么硬汉 很快就扛不住了 只好说出了皮箱的下落 这个王德白看得挺面善 其实却是爱尔兰恐怖分子的首领 心狠手辣天不怕地不怕 雷子带着老罗 到自己的好朋友 大胡子家疗伤 要说老罗的身体素质 是真不错 第二天就活蹦乱跳 根据雷子的好朋友 大胡子提供的情况 老罗和雷子很快就发现了 王德白和春花的踪迹 春花和王德白 压着眼镜叔来到邮局 取出了寄存在这儿的皮箱 当春花正在车上等候的时候 老罗突然出现 不过老罗是个重感情的人 那天晚上他和春花一吻定情 疯狂地爱上了这位爱尔兰恐怖分子 老罗这边负责稳住春花 雷子那边也没闲 准备趁机把皮箱给抢走 春花知道老罗爱养了自己 因此变得有恃无恐 开着车强行把王德白和眼镜叔给接走了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虽然这部影片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 但有些动作场景 丝毫不比现在的电影逊色 由于很多镜头都是现场实打实的拍摄 因此从观感上来说 比现在那些电脑特效做出来的更加刺激 而且据说有80台汽车在景片中被毁 要说雷子的枪法是真准 一枪就把春花的车胎给打包了 一个桥上一个桥下 老罗和雷子眼睁睁看着眼镜叔 踢着箱子撒子跑 老罗和雷子坐在饭馆里分析了半天 突然来了灵感 雷子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眼镜叔用来调包的那个箱子 是装滑冰鞋的 根据这条线索 老罗和雷子找到了一位前苏联间谍 这些以前潜伏在欧洲的特工 自打苏联解体之后 便被无情的抛弃了 这些人为了生存 有的加入了黑帮 有的则自谋生路干一些体力 老罗和雷子根据线索来到了冰上芭蕾馆馆 打算跟眼镜叔交易的俄罗斯人毛泰叔 是花样滑冰冠军拿他杀的老板 这天晚上刚好有拿他杀的表演 现场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热闹不行了 拿他杀开始表演的时候 毛泰叔来到监控室 准备给眼镜叔交易了 为了防止老毛子再耍花招 眼镜叔在看台上布置了一个狙击手 自要是毛泰叔敢黑是黑 狙击手马上就会干掉 正在表演的拿他杀 但是眼镜叔低估了毛泰叔的残忍程度 这孙子为了立一锤都可以欺赏 当然也不会在乎拿他杀 毛泰叔这边刚干掉眼镜叔 狙击手就把拿他杀杀了 毛泰叔提着箱子刚准备跑路 突然跟春花的老板王的白撞上 王的白也没客气 趁乱一枪就把毛泰叔给毙 然后就把箱子里抢走了 本来春花正在车里等王的白 可老罗抢先一步拉开了城门 老罗说亲爱的你赶快走啊 我根本就没有离职 我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你老板王的白 春花一听可气得不清了 心想这人与人之间 还有没有最起码的信任啊 春花一气之下开着车就走了 春花这一走算是把王的白给抗了 影片的最后 在老罗和雷子的前后夹击之下 王的白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没有了王的白的阻挠 爱尔兰政府和反抗军最终签署了和平协议 有意思的是 影片直到最后都没人知道 相处的究竟状了什么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招人品质很重要 绝对不能开玩笑 五个成员俩卧底 简直就是瞎胡闹